欢迎来收睇猛龙果冈吹魂旺财 继续有苏文峰师傅 与我们迎接全新的一年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睇猛龙果冈吹魂旺财 我们今天很开心 可以邀请到来自香港的苏文峰师傅 嗨 你们好 师傅可不可以和大家拜一个早年 是 恭喜大家 新春快乐 财息兼收 不知道行不行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办公室 其实很多朋友都希望 可以在新的一年里 可以升职加薪 又或者做生意的老石门 都希望可以财源滚滚 那有没有办公室内的 一些风水的布局可以做 这个最简单的 通常打工 我会叫做一个局 叫做黄人园化是非局 这个每一个打工都最重要 因为我们打工不是讲催财 如果你有业绩的就是 普通来说黄人园化是非局 原来2024那个人园委 刚才说过 在正东 原来正东放一杯水 全局的中间 什么叫全局的中间 例如我是大老板 全公司中间 原来我的座台只有一个位 你计算活动范围的中间 中间放粉红色的物件 所以正东放一杯水 中公放粉红色的物件 叫旺人园化是非 接着轮到老板 老板要吹财吹单 那怎么办呢 原来我们的文昌位 也有用的 我们很多时候在文昌位 今年文昌位 在西北 放一杯水 一世同工 又利文书 因为单的意思都是文书 然后在财位 都是正北 过去财位 还有现在财位 就是西南 又放一杯水 所以西北放水 吹单 正北放水 吹那个财 即西南放水 吹那个财 所以三个位置放一杯水 那会不会说 如果可以的话 简直就是在这些方位 可能见一个pantry 在那里是茶水间 那会更好呢 没什么用的 茶水间会去水的 等于财位下厕所一样 没有帮助的 会流年冲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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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走那些财气 所以更好的做法 反而就是放一杯水 是的 因为茶水间我们不能选择 因为这些榴莲财位 是每年都会变的 你不同的这二十年的 九运 九运是二十年 但是榴莲财位每年会变的 那你不会每年搬到茶水间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 每年放一些比较容易摆到 又可以拿走的东西 所以老师们 都要记住今次的财位 是在哪里 然后放一杯水 那你就可以更加在2024年 赚到更多的钱 是的 除了办公室之外 其实家企的风水位 大家都非常关注 2024年 会不会说 家企的哪一个方位 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 主要是看病位最重要 单身就看桃花位 如果工作收入不稳定 就看财位 如果打工就往人缘法是非 全部都是这些局 无论家里写字楼 大大小小 其实全部都是合用的 之前苏师傅都已经和我们分享过 又或者我再重头说一次 每一个方位 让你们更加容易了解 九个方位一次过说完 正东是桃花位 放水 利财 和利桃花 又利人缘 东南是小病位 放灰卡 盖着铜板 然后音乐盒 或者零 正南 叫做七尺破军 破军是财星 放一杯水 化解 不要被人偷东西 西南是现在的财位 又是喜庆位 吹姻缘 放水 就是吹财 四盘植物 围着九枝红花 吹喜庆 结婚 或者添丁 也叫做喜庆 升职也叫做喜庆 正西 五王大病位 灰卡 盖着铜板 然后音乐盒 加上零 西北就是文昌位 放一杯水 或者四枝富贵粥 吹文昌 或者你做生意的吹单 正北是过气的财位 放一杯水 吹财 还有一个母曲位 刚才没有说 母曲位 来文职以外 今年母曲位 在东北 母曲位 放一杯水 放八粒白色石头 来文职以外 什么叫文职以外 比如我做纪律部队 或者是 拿起重机 总之不是文北 是叫母职 母职就放八粒白色 在水里吹财 中工就知道 每一个人都合用 都要化解的 今年的争斗 哀咬一杯粉红色物件 那九个位 记住了 那你无论是 自己写桌 家庭 或者办公室 你知道这九个位 就很容易去布局了 哇 多谢苏师傅详细讲解 所以2024年 记住这九个方位 无论在家庭 或者办公室 都合育 尤其你是想要在2024年 增添更多喜事 无论结婚 添丁 又或者升职加薪 西南韦 摆四盘植物 围着九枝红花 爆你龙年 行好云啦 在和凌亚 有限写的 查证